而总奖金新台币6000万元的2012LPGA台湾锦标赛最终回 世界球后曾亚宁71桿做收 总计以低于标准桿15桿的273桿排名第三 而来自挪威的派特森则以低于标准19桿的269桿逆转 抱走了后贯 曾亚宁拥有地主优势 前14栋还追上了和第一名只有两桿的差距 可惜好友派特森还是技靠一筹最后拉开的差距 最后妮妮拿下了第三名 不过赛后她还是跟很热情的拥抱好友 向他们来道喝